近日,北京日报公布影视榜样年度总评榜,肖战不仅榜上有名,而且还成功拿下了年度人气男演员大奖,他凭借斗罗大陆这堂三这一角色荣获该奖。 该奖项的主办方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,自2018年首次举办,今年已经是第四届,活动旨在坚持倡导主流价值观,遵循主流文化价值取向,并结合大众市场反馈,专家评审意见,媒体评审意见,力争选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审美,赢得群众口碑的网络文艺精品力作。 获奖后,他还为我们带来一个新鲜的VCR,视频中的肖战对主办方和观众都表示了感谢,并表示会不忘初心,继续努力。 我想说,肖战获得此奖实至名归,自斗罗大陆上线以来,总播放量高达超56亿次,三日最高播放量高达2亿多。 肖战获,一位90后的重庆小伙子,清晰秀气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坚持的心。 他的成名之路,经历了诸多坎坷,曾被人抵制抹黑,但他尽心努力地做好自己,他在一步步地向我们展示一个成熟且更加优秀的自己。